有電版本的FIT 它的引擎以及馬達 當然有黑科技神在囉 這顆引擎是98匹以及13公斤扭力的 阿金森式循環引擎 排氣量是1500級型 下方是一個有109匹 25.8公斤扭力的大馬達 在側邊這邊則是有個小馬達負責充電用的 除非你時速超過了80公里以上 它才會有引擎的直接接手來驅動輪胎 所以它的油耗數字很特別喔 可以說是都市比高速還要省油 很多人有說什麼叫半殼系置物箱 看一下 這樣子像不像 你早知道那個八仙過含那個半殼的感覺 所以它上面裡面有個小小的置物空間 下面裡面這很好用 但是呢 前方這個中共台 雖然說造型很漂亮 但是這似乎全部都是硬直塑料 旁邊這裡呢 也同樣是硬直塑料 所以說當你要買FIT的油墊版本 我會建議你 直接就選購這個 所謂的冰盒白的內裝 包含了方向盤 門板 還有前面的中間盤 質感真的好非常多 但是椅子本身是白色的 我覺得很難顧 如果可以選擇椅子不要白的 但是呢 前方的內裝都是冰盒白的 那個有多好呢 對不對 FIT有一點這個光明感覺 其實蠻扎實的 你知道嗎 因為呢 這個HONGA FIT 它不只是有這個 隔音的膠條在這邊 而且呢 它的車門這邊 也是呢 兩塊板筋組合起來 一體層型 半前門 以及後門呢 都是同樣的製結 而且它C柱這邊 也不像一般的車子一樣 只靠這個外板筋 還有內板筋的構築強度 它裡面呢 還有一條 鋼樑的直接連結避震器塔 讓它整個後面的車子的 融型結構呢 強度更加好 這些都是你看不到的 FIT黑殼製 這裡呢 就是FIT油電車呢 它的離電池所在 非常重要啊 這裡呢 還有個透氣孔 平常時候呢 車裡面吹冷氣 冷氣可以透過這邊呢 來冷卻這個電池 但離電池本身呢 有個最大的小心的地方 當你買FIT油電池呢 就是呢 不能夠長時間沒有開 因為原廠這邊呢 就貼出一個警示 告訴你 如果說呢 三個月以上沒有使用車輛的話呢 這個離電池本身 會長時間充電不足 因此永久的損壞 所以 每三個月要至少開車30分鐘 注意喔 不是在地下室裡面發動而已喔 而是每三個月內 一定要出去開30分鐘以上 所以當你出國啦 或是因為呢 長時間在國外工作 我覺得FIT油電 可能要請你家人幫忙看一下 不然電池會壞的 HONDA FIT油電 後面的Ultra Seed 有兩個黑科技 第一個是呢 它這邊 把椅背放倒之後啊 你看喔 注意看 它椅背往前推 但是它的椅面也會往前移 所以呢 能夠構築出一個 完全平面的空間 比休旅車還要休旅車 你知道嗎 你看 完全平整的空間 它可以這樣子 直接拉起來 把這個椅面呢 整個往上抬深 你看一下 這邊也一樣輕鬆的拉起來 不費力的 這邊 哇 超級深的置物空間 哇 你家裡有這麼深的物品要放嗎 不只是 這個可以放洗衣機啊 還是放腳踏車都可以喔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不是 目前的世界車坦所創 把椅子上抬高 真的很實用 放東西真的很好用 HONDA FIT油電 有這個8吋的主機螢幕 它並不是台灣家中的 真正日本元朝的主機 但是呢 往下看 我們把排檔打進R檔之後 上面的螢幕完全沒有反應 因為這台車 它並沒有倒車行影 也沒有360度的環節 這有在後續的感情啦 它只倒車流行 現在很少車沒有倒車行影的 比如說是吧 對 HONDA FIT油電以及汽油版本呢 我覺得這張椅子坐起來 哇 真的是很舒服 因為它一樣有黑格子 包含呢 它後面這個椅背呢 除了加厚之外呢 它後面的支撐並不是傳統那種 一根一根的彈簧 而是有整個樹脂的椅背呢 做支撐 所以做起來呢 特別的包袱 它下方含一層呢 防水部 一般來講 我們打翻的手而已 哇 擔心呢 配飲料呢 會滲進去所謂的海底 但這台車不會 因為呢 它裡面是有防水之層的 它前方這裡呢 也有個R形的倒角 讓你這樣子呢 進出更加的方便 所以我覺得呢 HONDA FIT這個椅子 真的是經過特調啊 坐起來超好坐的 很舒服 支撐度很夠啊 HONDA FIT油電呢 它前面的底表板呢 還是有虛擬實際的S16自動跟車 但是呢 它的跟車是30-080公里 並不是球速度 但還好它呢 車道之中 車道圍車都有 但是 前方碰撞只有警示 它也不會自動煞車 如果這台車呢 它有全速度的跟車 那該有多好 會不會 接下來我們實際把這一台呢 FIT油電的開商量要實測 我第一個感想是哦 這本田車 冷氣空調還真涼 雖然說它只有單區恆溫 但是 現在看26度 大太陽 套中島 我現在覺得吃花車裡面會冷耶 冷氣真的超強 沒有話講 它的真正的A柱呢 是這一根 於是 前面這個假A柱呢 讓你前方有一種類似 環景擋風玻璃的感覺 視野真的是超級好的 加上這個全平面式的 前面的中控台 HONDA真的是有所設計 這真的非常棒哦 但是原廠說前面這個TFT的 這個液晶的儀表板呢 說不會反光 但是現在套動到 你看 現在呢 一半是被陽光照射到了 這個地方呢 視野的感覺 就相對比較差一點 其實哦 它25.8公斤的扭力呢 是這個馬達的輸出的扭力 但是呢 它並不像是我們以前熟悉的那種 增程電動車起步狂衝的感覺 可以說呢 HONDA呢 把它弄得比較都會呢 比較實用一點 不是狂衝或是猛踩 而且呢 平常放它D檔啊 如果把它排進B檔 它不太能夠像一般的電動車一樣呢 讓你可以有一個踏板開車的感覺 放開油門的煞車 它的B檔呢 反正跟D檔非常非常的類似 也就是說這台車開起來呢 讓你感覺上就是一台大概是2000cc 或是2400cc的FIT的感覺 它還是會模擬那種引擎的聲浪 模擬換檔的聲浪 這是一種本田魂的浪漫 事實上呢 這個時速 這個速度 在市區裡面開 它幾乎都是馬達 直接電池給馬達電力 或者是引擎呢 發電車的攻擊馬達出動力 它並不是真的引擎去背這個輪胎在出動 但是呢 引擎聲浪 噢噢噢 的確很有性能感的感覺哦 但嚴格來說 這台車呢 79萬9 比起的汽油版74萬9 它多了 西部的氣囊啦 還有包含的盲點偵測啦 還有的Smart Entry啦 以及呢 離車自動的上鎖 我覺得四個功能 加上這個油電的效果呢 多5萬塊 相信呢 你該選汽油版還是選油電版的 這答案已經非常清楚了 至少這台車呢 比起剛上市的預售價 便宜的習慣 很驚人啦 很驚人啦 但是如果 這個內裝的門板 就硬直四尿呢 可以讓它質感更好一點 多一點軟質材料 相信這台車會更有質感 看完今天的試車節目 滿意嗎 一定很精彩吧 支持中天新聞 支持中天車想家 更別忘了支持我 素人試著手小豬 記得上中天快點GO 輸入CTI555的代碼 可以有非常多的優惠跟折扣喔 接下來 兩分鐘的中天 剛生後不吸乾的影片 記得要幫我完全的看完喔 現在疫情其實讓大家還是有點擔心 不管你是在家裡頭 有客人來 或者是你外出用餐 現在可以看到像是這個呢 是我們的水神的部分 那當然就是這樣子噴是蠻方便的 那如果說你是個人防疫啊 環境防疫 整個環境整個空氣一次搞定 如果是做生意的話 可能這個營業場所比較大 客人進行出出 或者像是一些幼兒園啦 安親班啦 餐飲店等等等等 好工廠 學校銀行等等 甚至教會宮廟 需要長時間 你倒保持一個消毒的狀態 所以你的防疫用量 當然也會比較大 這個時候我們提供給大家 推薦給您 看到這一台就是 能夠及時補充抗靜疫的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 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那麼這一台的水神生成機呢 讓防疫變得更方便 更安心 它大概就是一個飲水機的大小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前面這一台 那你放在桌上啦 放在店面 放在家裡 其實都不會太佔空間 而且三分鐘 可以生成有四公升的水神 那麼一瓶的電解液呢 可以生成兩百公升的水神 完全讓你能夠應援客人 員工 整個空氣的需求 比買單瓶更方便 同時也更加的實用 結果日本教授直接家裡頭 就裝了這一台的機器 當成日常的清潔液 不傷害環境 而且一天你用兩百次都沒有問題的 比酒精啦 比漂白水更加的環保 那所以呢 水神幫助大家 保護自己 保護家人 保護客人 保護商機 現在如果你要購買 旺旺水神生成機 中天新聞的觀眾 是有獨家的好康 好 一樣趕快掃描我們的快點購 如果你是在青春期間來下單購買 水神的生成機 我們加送價值5960元的水神霧化器 就在旁邊可以看到這台霧化器 非常有質感 這個白色的一個設計 還有電解液四平 數量有限 請大家要買要快 居家防疫超級好幫手 快上網搜尋快點購 訂購旺旺水神生成機 握波打客服電話 零八零零六六零六零八 中天觀眾 獨家享有好康優惠 中天嚴選商品真的是很讚 我告訴你 我自己的年終獎金都花了不少 全部都是在 中天快點購來選購的 而記得 如果要很棒 很讚的優惠的話 記得要輸入 素人士這首小豬 CTI555的代碼 才能夠非常棒的折扣 真的啦 買了啦 中天快點購 趕快上去買 來喔 最頂級的豪車試駕 最熱門的新車嘗鮮 最實用的空間展示 每週一週五晚間9點 別忘了YT搜索中天車想家 每週三頭中到10點 豬豬哥來聊車陪你一起來直播 更別忘了幫我們按讚 點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能夠及時補充抗菌液的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 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讓防疫變得更方便更安心 一天你用200次都沒有問題的 比酒精啦 比漂白水更加的環保 如果你要購買旺旺水神生成機 中天新聞的觀眾是有獨家的好看 含咦 讓你看 買的 在 很多